台东县政府基局结合社会资源 推动许多丰富多样的乐龄计划 112年长青学院下学期的课程 报名6月1号到6月10号截止 是采线上注册线上选课的方式来进行 社会处表示透过学院 可以促进长者社会参与健康老化 提升充实营法族退休后的生活 在高龄化的社会当中 要如何提升以及充实营法族退休后的生活 成为台东县政府施政的一大课题 而为了增进长者社会参与 以及提升老年生活品质 台东县府专门为银法长者 开办长青学院超过20年 台东县内长青学院有多元的课程 能够丰富长辈的学习选择 特别举办长青学院课程征选活动 广征各界由医院服务长辈 愿意发挥尊长以及兴趣的专业老师们 一同加入长青学院讲师团队 此外也鼓励银法族社会参与 救生带新生 结交新朋友 相互结伴来一起学习 宣服积极结合社会资源 推动许多丰富多样的热灵计划 藉由办理长青学院 让更多有才艺的银法族 加入长青服务列车 而课程程选多元化 不再限于书法、音乐 还开办了个人理财规划以及食物 多元课程去年开设67班 今年预计开设90班 其中和短期课程60班 而112年长青学院下学期课程报名 将从6月1号到10号截至 在线上注册、线上选课的方式 凡是涉及台东县年满55岁民众 均可以报名参加 65岁以上长者有限录取 收入处表示 通过长青学院 促进长者收入参与 健康老化 提升以及充实 银法族的退休后生活 这番最综合报道